有什麼話想要被哭學學習嗎? 不管怎麼樣 偷拍還有 把影片給人家關上 這樣就是不對的 這樣做是犯法的 我 我當然會覺得害怕 可是我覺得 我就沒有做錯事情 我覺得不能不說 我願意當第一個出來的人 網紅新軒日前發文指控 遭知名YouTuber反骨男孩團長酷炫 不只偷拍心愛過程 更控訴他把影片拿給團員們看 還會嘲笑其他受害者的身體特徵 身心大受打擊的新軒在三名律師陪同下 也接受中天新聞網獨家專訪 跟他的關係當時 就只是老闆跟一個臨時工 畢竟我只是 只是拍片的演員而已 只是拍片的演員而已 你有看到過嗎? 嗯 你不知道拍這個公司嗎? 嗯 然後 然後 知道的公司已經被發現了一些話 是 就在這個幾週前 有朋友告訴我說 有看到影片 然後告訴我說 有外流的問題 然後我就 我就有去問 韋哥 然後他就有告訴我 所有事發 事發經過 並且他有說 他也是 在現場看到的人 就是 忽然把影片 拿出來 分享的時候 他也是在場看到的人 包括工作室的某些人 也有看到 我不知道 該用什麼 什麼身心狀況 殘詞會 去吸引我的心情 因為我只能說 我 我壓力真的很大 然後有時候會覺得 很想吐 然後有時候會覺得 很想吐 嗯 這個部分 沒有 沒有做私下的聯絡 考量的點是 很多事情 我還是想要交友 律師討論後 再解決 有什麼話 想要再哭學學嗎 嗯 嗯 不管怎麼樣 偷拍 還有 把影片 給人家關上 這樣就是不對的 這樣做 是犯法的 至於否認這個部分 畢竟聲明文裡面 前面第一句說 有道歉 但是後面又說自己 沒有 沒有辦法 那這個部分 我個人覺得是比較含糊 我訴求就是把影片刪掉 至於其他細節跟程序 我們就一樣交給司法 去判斷 有些人會覺得 MeToo這個 這個標籤可能 有人覺得 現在被濫用 有些人會質疑我說 可能 有些東西沒有辦法拿出來 但是 我真的不是這樣子 我是真的 真的說出自己心裡 想要說的話 沒有一個女生 會因為想要用這樣的事情 去想哄 如果真的是 因為這樣就可以哄的話 那那些受害者 為什麼把心中的痛藏在心裡不說 我願意講出來 是因為 我覺得我沒做錯 我也不想要再害怕 躲下去了 即便我知道 說出來 可能會被質疑 會被攻擊 我也希望 希望避免再有更多的人 成為受害者 只要有一個人願意站出來 一定有越來越多人 願意說出來 其實 來跟我聯絡的人 真的 蠻多的 但是這些細節就是 因為我們已經進入 要進入司法階段 所以我這個部分 就不會 不會一一去 解釋 他們有提出什麼相關的證據 或者是他們有 其他政治上的專業嗎 內容的部分 我還是要 保護 當事人 所以 這部分不方便透露 其實大家 大家都是 很願意相信我的 他們相信我不會因為 為了這一 這一波事情 就是 硬要去 跟風之類 我畢竟有些人 他們 不了解事情的 全貌 那至於 每一種 每個人都有 他自己各自的想法 那我就 表示尊重 那我也感謝 支持我 相信我的人 我的爸爸媽媽們 他們也都來 他們也都來關心我 他們都有傳訊息給我 但是我目前是 還沒有回應他們 他們也說很心疼我 很想要幫我 分擔這一份壓力戰 那 我這一份心意 其實我真的是很高興 他們其實都很 關注這一件事情 然後很關心我 但是我就是 一時沒有辦法 太快回應他們 我實在是 沒有辦法好好 跟他們說話 因為 只是 情緒真的是 沒有辦法 跟他們解釋 對不起 讓你們擔心了 好 好 好 我